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開打 藍營推出韓江沛 現在半路殺出傅崑奇 這齣戲還沒完 網紅艾莉莎莎PO作票影片惹意 掀起一波網路媒體嗜毒論戰 新社群時代的挑戰 你準備好了嗎 過去航空界盛傳民航的長榮 航空面試空服員的時候 必問的考題就是 你支持公司組公會嗎 如果表態支持 就不會被錄用 為什麼呢 我們要先回顧臺灣航空史上 曾經有過三次重大的罷工事件 包含破天荒的二零一六年 華航空服員罷工三天 還有就是二零一九年 華航機師春節罷工 以及同一年暑假期間 長榮的空服員罷工 那麼這全都導致臺灣的空中運輸 激進停擺 先來看到的是在二零一六年 臺灣有史以來首度出現了空服員工會罷工 為了什麼又怎麼會演變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說到底就是累積了好幾年的這個怨念 一次爆發 兩千零八年兩岸開放直航 中國航點不斷不斷地增加 到了二零一一年的十月 臺灣和日本簽訂航空新約 彼此開放天空 那麼這個時候呢 國籍航空開始大量地加開飛往日本 二三線城市的航班 再加上廉價航空興起 傳統的航空也加開紅眼航班競爭 那麼這一個又一個負荷層層疊加 最後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 是華航要求空服員 報到的地點從臺北的松山變更為桃園市總部 那麼這就造成了組員修飾不足 最後才會爆發 三天的罷工 團客加散客 超過了三萬人受到影響 至少損失新臺幣五千萬 當時的華航董事長和總經理 都遭到了行政院的撤換 那麼二零一九年華航再度罷工 這一回是機師 而且時間點很敏感 就發生在春節期間 那麼起因是當時的華航董事長 何暖軒上任之後 多次和機師工會發生摩擦 所以勞資的關係就很緊繃了 加上有外籍機師疑似過勞死 華航卻不願意增派人力 最後機師不滿工作過勞 一罷工就是七天 時隔不到半年 換長榮空服員發動罷工 同樣是不滿過勞 但這一次的罷工被稱作是 臺灣空運史上最大的癱瘓 無論是罷工的天數影響的旅客人次到營業的損失 全部都創下記錄 熬夜飛行 熬夜飛行 需要休息 需要休息 2019年2月8號大年初四 正值過年旅遊高峰 華航機師宣布罷工 這一罷就是一週 旅客到了機場才發現飛機飛不了 滿臉錯愕 七天取消兩百日四駕班次 超過兩萬七千人次旅客行程都被打亂 華航損失六億多元 時任董事長何暖軒請辭下臺 同年六月 長榮空服員工會也罷工 時間長達十七天 取消一千四百三十九班航班 影響二十七萬名旅客 長榮損失破二十七億 而兩場大罷工 背後靈魂人物就是他 金氏工會理事長李信彥兩場大罷工 都能看到他的身影 還被封為華航女戰神 這回再度領軍工會醞釀罷工 只是時間點正逢疫情解封後的觀光復蘇 高峰期 兩大航空在先罷工危機 影響恐怕遠大於二零一九年 按照時程來看 長榮不排除過年期間罷工 華航最快農業年後跟進 等於整個新年 假期 航空遺書可能因此參觀 旅客出入境 恐怕得提前做好行程 被影響的行李準備 記新聞 徐家瑋 採訪報導 不只旅客要做好心理準備 旅行涉業者也可能跟著遭殃 儘管機師工會表示 如果要罷工會在二十四小時前預購 但是旅遊業者可不這麼認為 因為只有短短一天時間 根本沒有辦法因應 也呼籲交通部趕緊解決 推著大箱小箱行李 迫不及待飛出國 年關將近 像這樣的暴門場景 幾乎是機場日常 尤其春節七天連假 出國的人更多 但國籍航空硬量罷工 讓旅行涉業者擠跳腳 旅行業是完全沒有應變的能力 因為二十四小時的作業時間 我們沒有辦法去做任何的調整 現在機位已經過年機位都超過賣完 我們公司在春節期間出發到出去的 至少有二三十團 光一家旅行社就有二十到三十團受影響 倘若長榮機師罷工 國外航點算一算就有五十三條 後果肯定不堪設想 旅行社業者趕緊出面呼籲交通部介入協調 畢竟國籍航空兩大主力 長榮 華航 市站各四城 要是真罷工 倒楣的 不止旅客 還有旅行社業者 但反倒是交通部長王國才老神在在 現在到二一八二還言之夠早 然後過去在他們處理一般他們也會 因為不滿長榮大量聘用外籍機師 壓縮國籍機師名額 還有薪資低於同業 長榮機師醞釀罷工投票 眼看下週一即將開票 公會取得罷工權是在必行 因為罷工屬於不可抗的因素 旅行社的呂澤嫌恐怕也難提 明明是業績忘記 旅行社業者無奈 能不能賺到錢是其次 恐怕還得擔心虧本問題 除了春節航班可能大亂 國民黨立委傅崑奇會不會也被黨內認為 是出來亂呢 大選結束之後 國會的正負龍頭究竟是藍白河或綠白河 紛擾了好幾天 國民黨立委當選人韓國瑜 直球對決 宣布和立委將起成搭檔韓江沛 要來角逐的是國會龍頭之戰 但這個時候卻半路殺出了傅崑奇 也有意競爭 國民黨內又鬧內訌了嗎 我們就這個組合來迎接未來立法院 正負龍頭的一個挑戰 那也尋求最大的支持 我們會雙進雙出 講好了有我圖子就有江啟成 國民黨立院正負院長爭奪戰 民眾黨要加入組隊也可以 偏偏就是不讓傅崑奇參議咖 如果能夠藍白河 江啟營委員不光是鼻子大 他心胸更大 他立刻又放出 然後讓民眾黨來跟我們藍白河 這都已經釋出最大的散意了 希望能夠促成在野的合作 今天剛才韓市長也在助的重申 所以我們還是會希望有這樣子的合作空間 前一天揮軍國會共組韓江沛 不到二十四小時 兩人在北市宴請下一屆 藍營立委 五十二席加兩席五黨籍友軍 來了十一人 其餘七個落選的也來相見歡 阿富崑奇 人咧 我跟江啟成聯手是希望 立法院能夠讓人覺得煥然一新 有強大的改革的動力 要做全國民眾的立法院 忠實地反映人民的需求 帶動整個國家前進 所以個人其他人的想法 不是在我們考量之內 韓國瑜講得雲淡風輕 但面對富崑奇來勢洶洶 傳出韓國瑜已經有覺悟 倘若下週黨中央人決議初選假投票 韓江立刻退出比賽 以退為禁避免黨內互砍刀刀劍骨 我今天來這裡表達支持韓江沛 你堅定支持韓江沛嗎 他們肯定是非常適合的人選 副委員今天有來嗎 還沒有 還沒有 OK 我進去大概一分鐘而已 沒辦法講那麼多話 一分鐘是一種表態嗎 表態是什麼 表態支持韓江沛 今天是韓院長的妖艷 敏感話題欄尾不變正面回應 但國會正負龍頭大亂鬥 國民黨內角力已激浮上檯面 紀新聞 寫紅瑞 紅尾燈 學長長報導 韓江沛成行 但早有意參選副院長的立委 富崑奇出手 發表聲明強調自己 跟韓國瑜有革命情感 更直指江啟成兩年後 可能投入台中市長選舉 要如何兼顧呢 對此 江啟成笑笑的回應說 現在哪有什麼玄悟啊 重點就在立法院 紫色蘭花祝賀眾望所歸 大拉拉擺在立委王洪威的服務處 門口 一左一右 仔細一看 耐人尋味 一邊是江啟成 一邊是傅崑奇 兩個人很有默契 不只送一樣的花 進到立院之後 也都想當韓國瑜的搭檔 選立法院副院長 全部分 我也分別接受到 江啟成委員還有傅崑奇委員 送花籃來祝福 五屆資深立委傅崑奇 選後送花籃熱線樣樣來 只求黨內立委成全韓富佩 沒想到韓國瑜直接點名江啟成 讓傅崑奇也急了 就在韓江沛合體聚餐之際 傅崑奇發出聲明 說韓國瑜很優秀 是高人氣的好好先生 但若要對抗民進黨必須更強悍 而江啟成兩年後 預期投入台中市長選舉 若擔任副院長事務繁忙 要如何兼顧地方選舉與行程 江啟成笑笑冷迴 畢竟那個男人的心在自己身上 不甘半路被搶婚 傅崑奇也強調政府院長是分開選舉 不在同一張選票上 沒有誰配誰的問題 換句話說韓國瑜跟誰搭配都可以 且兩人早在2020年就有革命情感 傅崑奇頻頻叫牌 因為他不想只當副委員 而是要成為副院長 立法院龍頭之戰掀起了國民黨內的風暴 剛才新聞當中 我們看到了韓國瑜突襲 邀約黨內立委們吃飯 這就被外界質疑 有沒有事先跟黨主席朱立倫溝通 韓國瑜今天強調早就跟朱立倫談過了 那麼至於朱立倫這場龍頭之爭 有非把韓國瑜送上國會議長寶座不可的壓力 因為假如韓國瑜問頂不成 那麼恐怕就會回頭和朱立倫爭奪黨魁 我有接到通知 但是今天我們的行程非常非常的緊 所以昨天我已經有轉答說非常不好意思 我今天大概中午沒有辦法趕到 那個男人的邀約太突然 有人行程滿黨不能去 也有人事先不知情 我所知我們這邊好像中部的是沒有接受到邀請 我想看他們接下來怎麼規劃 反正我們這邊都是可以配合 中部立委疑問三不知 從公布韓江沛到約立委吃飯 韓國瑜的無預警出手也掀起黨內質疑 這些朱主席事前知不知情 在投票之後當天我跟韓國瑜市長 未來我們的韓國瑜院長 就已經談得非常清楚 我們會一致行動團進團出 都通過 那黨中央能理解我們的想法 在裡面 下禮拜一 應該會有一個黨內所有的 立法委員的一個集會 到時候大家應該可以心中有話 和盤拖出 韓國瑜強調跟朱立倫溝通 沒問題 但同一時間 黨內卻傳言四起 傳出韓國瑜沒當上立院龍頭 就此不分區立委 韓半言火速澄清完全沒有這件事 我個人是支持韓江沛 那尤其呢在副院長方面 我們樂觀其成 樂見其成 韓江沛絕對是最好的搭配 來一兩大地方諸侯率先表態支持韓江沛 也等於是肯定背後操盤手 黨主席朱立倫 對朱立倫來說 他又非得把韓國瑜送上龍頭寶座不可的理由 畢竟黨內還是講求實力的 朱立倫跟韓國瑜誰有實力 其實擺在前面 韓國瑜還是真正的實力派領袖 如果當上立法院院長的話 至少這四年被綁在立法院 他不會去動你黨主席的念頭 若韓國瑜問鼎國會議長不成 恐將轉而與朱立倫爭奪黨魁 屆時好不容易止息的逼宮聲浪 可能再起 總統大選嚴長賽立院正副院長之爭 對朱立倫來說恐怕更是黨魁保衛戰 進行為 林宅林家倩採訪報導 另外一頭民進黨總統當選人 賴清德日前宣布退出新潮流 並表示要放下派系作為一個全民總統 不過退流的舉措也被外界解讀 是為了拉開隔魁人選的空間 如此一來 星系入閣才不會惹意 宣前遭狂風五缺 賴清德當選後 罕見的公開行程 出席家電展擔任開幕嘉賓 替缺電消毒 大家是不用擔心電力的供應 因為目前的大家可以把手機拿出來看一看 臺電是二十四小時即時在公佈 他的被轉容量率是多少 行政院副院長鄭文燦緊跟在一旁 選後銅框卻異常低調 因為外界解讀賴清德隸屬新潮流 隔魁人選不能再同流 一旦退流拉開隔魁空間 行系人馬接棒內閣不會再被講話 其中熱門人選就包含 鄭文燦以及潘孟安 這個太遠了 我今天是關燈關門的人 那總是要 我到選完到現在還沒回屏東 我要回去看看我的媽媽 那回去好好泡個湯 那最重要趕快可以 這個回歸三年 我家的芒果人在等著我 面對提問潘孟安似兩波千金 不過中選會十九號頒布 總統當選證書 賴清德想當全民總統 隔魁的人士命令 外界都會緊叮 強調隔魁人選用人為才 無關派系 退出新潮流 真的只是為了宣示 扮演全民總統的角色 都是以穩定政局 誰最能夠擁有向外拓展 能夠有效的促成朝野合作 政黨協力 隔魁人選誰來接棒 賴清德宣布前 每天都得被問這個問題 二零二四國會新局 如果民進黨 想要保住游錫坤的立院龍頭 得跟關鍵少數民眾黨來合作 才能夠拿到過半的票數 只是現在綠營立委們 對於綠白河似乎興趣不大 甚至有人直接開嗆 民眾黨如果不願意支持 那麼民進黨就走自己的路 就使擔心一旦綠白河 變成一場條件交換 選先猛打新潮流 選後第一次受訪 柯主席瞬間收起炮火 難道是替綠白河埋伏筆 2024就算嘲笑也大 也沒再怕 民進黨黨團總召柯建民 先前放話 不會祈求違背原則的東西 除非民眾黨主動起義來歸 綠白河如果合作之間 是要談條件的話 我自己是主張 我們還是就自體人選 那如果說民眾黨願意基於說 共同的理念價值 就是不希望韓國瑜 當立法院的院長 願意來合作的話 當然大家是可以來合作 要是綠白沒戲唱 下一屆立法院院長 幾乎就是包送藍營上場 一度傳出民進黨 現任院長游錫坤 私下找來鄭國會子弟兵 協助奔走 盡可能促成綠白河 站成這個樣子 大家一定覺得不可能 一舉歸一舉 為了要讓整個施政 或是各方面的一些方向 能夠有更大的彈性 讓我們的這些長官們去做協調 應該要等新一屆的立法院黨團成行之後 尊重黨團成員的意見 再來決定各種事物的可能性 一想到立院搶龍頭 得要牽起民眾黨的手 綠營基層一見不一 一句尊重 恐怕就是留給綠營大局最大的溫柔 進行文論營 劉維廷 下方報導 2月1號 新科立委就要報導了 不但是對問政議題磨刀禍禍 就連對自己的身材也有所要求 像是成功連任的立委蔡易瑜 她就在社群平臺發文提問 為什麼我這麼胖呢 短短的七個字 也吸引了總統蔡英文 前來留言說要她奪運動 立委陳婷菲則是定期上健身房保養身材 還有相隔十六年 重回立法院的王世堅 也被網友們翻出年輕時圓潤的照片 壯臉知名的動漫角色 成功連任立委的蔡易瑜社群平臺 發文短短七個字確信上千人按讚留言 就連總統蔡英文都耳提面命 提醒要多運動 小英總統的話可不能當成耳邊封 不過也有人早就受宣大成功 頭髮貓密臉型圓潤 雙下巴還時不時出來打招呼 你沒看錯 這就是要重回立院正常的 北市議員王世堅 照片一出也引發熱議 更網友指出竟然撞臉知名動漫 麒麟王角色更搞笑留言 不下棋跑來當議員 2月1號新國會登場 立委不僅提前準備問政議題 就連身材管理也要魔鬼訓練 立委陳廷飛跑地方也不忘上健身房 80天瘦了13公斤 要證明漂亮是練出來的 立委們各出其周 新國會新氣象身材 也要讓外界耳目一新 進行官員聽 採訪報導 至於時代力量 在二零二四選戰當中 沒有拿下任何國會的席次 也沒跨過政黨票的補助款門檻 恐怕要面臨泡沫化了 但是黨主席王婉鈺今天召開記者會 說未來仍然會積極投入二零二六的選戰 他還透露自從大選結束之後 有超過兩百名新黨員陸續申請入黨 其中大多數人的入黨原因 跟黃國昌退黨有關係 在二零二六年的選舉 我們絕對會持續地來做準備備戰 方華藍綠白始言再戰二零二六 時代力量不只需立委全軍覆沒 政黨票同樣無緣百分之五的門檻 為了不讓實力泡沫化 黨主席往晚欲拋出政黨合作 國會席次不敵大黨夾殺 這回沒獲得補助款首當其衝的還有財務危機 不過敗選過後意外迎來入黨潮 兩百名新寫入黨原因全都跟他有關係 黃國昌琵琶別爆意外激起時代力量支持者回鍋 而黃國昌也在專訪上首度鬆口 立委卸任後則不排除轉戰白禮猴 你還可以去選那個縣市首長包含六都 當然 你現在有想法嗎 你如果進一步逼問我 說二零二六年會不會去選地方首長 我會很明確的跟你講 絕對有機會 你有你想要去的地方嗎 這個就先不要 看台灣各縣市哪個地方喜歡 去哪兒選他先賣關子 二零二八前黃國昌積極備戰 在立法院維持能量 金星王旗洋十六位採訪報導 前國安會秘書長蘇琪發表新書 他提到二零二四年的美國總統大選 會成為美中台關係的灰犀牛 怎麼說呢 更多內容馬上回來 中國抖音國際版TikTok 從選後出現許多指控作票的影片 連民眾黨支持者網紅艾莉莎莎 也不停地轉發 但是卻有不少藝人網紅都不停 還紛紛PO文開嗆 而調查局也有發現 從選舉期間開始就假訊息不斷 境外勢力是頻頻借選 也已經擴大了調查局的資安工作站 為認知站的研究中心 權力要來打擊假訊息 二零二四總統大選過後 抖音海外版就充實各種開票影片 並且幾乎都會寫上作票字眼 身為民眾黨支持者的艾莉莎莎 選後也接連轉發影片 質疑大選作票 雖然事後道歉說是用詞過當 但仍遭不少藝人網紅接力開砲 先前網紅視網膜就直接點名 要艾莉莎莎出來道歉 藝人柯宇倫更是嘲諷她是搖詞聖母 暗諷她專門製造謠言 更搶說那麼喜歡流量通通送給你 當她分享的這些影片 在Tiktok上都看得見 只要搜尋作票關鍵字 影片多到滑也滑不完 觀看次數從數十萬甚至破百萬都有 造成這些謠言影片常駐在熱門列表 抖音的這一個平台的問題 有些國家認知作戰的一個平台 來對於民主國家的這個選舉的結果 想加以操弄 Tiktok成為境外勢力 用來操作輿論的管道 調查局也發現這些境外勢力 加強對台認知作戰 全面進入各項公職人員選舉 也意圖影響大選 而今年大選後 調查局擴大資安工作站 為認知站研究中心 要持續清查異常帳號追幕後黑手 社群媒體變成操作輿論的工具 相關單位要加強制止這些假訊息 避免新任總統就職前 還會有更多選舉謠言滿天飛 社群媒體的崛起 讓使用者能夠輕鬆地和世界各地的朋友 分享訊息 但這也成為了虛假訊息的傳播 提供了平台 年輕人頻繁地使用社群 但是缺乏足夠的經驗辨別真實 和虛假的訊息 也成為新社群型態 湧現的挑戰 我們就來看愛麗莎莎的例子 爽朗不做作的個性 加上影片構思十分新穎 讓他成為了百萬Youtuber 但是衍生的爭議論也不少 大選前夕 愛麗莎莎彭文說 在曼谷買房 房價只要臺灣的五分之一 質疑臺灣的房價實在是太不合理了 也引發了不少批評 有人說會覺得泰國房子便宜 首先要感謝自己生活在 人均GDP三萬三美元的臺灣 但也有網友指出 在當地只有地上權 沒有土地權 而且愛麗莎莎不是永久居住 質疑她此舉跟炒房是沒什麼兩樣的 之前還有因為拍攝喝橄欖油 排膽結石的自然療法 遭到了臺大兒科醫師質疑 這是缺乏醫學根據的 認為會誤導民眾 那麼愛麗莎莎呢 她先是貼了影片反擊 強調自己事前有做功課 不過卻再度遭到了更多一屆人士的批評 引發各界炮轟 兩天之後 愛麗莎莎拍影片道歉 不只是誤導 在二零二零年大選投票日當天 愛麗莎莎她在IG表示 自己不會去投票 因為她跟媽媽想投的人不一樣 所以兩個人協議都待在家 那麼隨後就被網友涌入IG怒罵 還有二零二一年新冠疫情期間 臺北萬華出現了群聚感染 愛麗莎莎發文說 住在獨窟萬華 哪裡都不敢去 連電梯都不敢坐 這段話引來了網友的不滿 質疑萬華貼上了獨窟的標籤 現在她則是積極表態參與政治 像是去年底她和體科文哲 跟拍一整天的行程 影片短短不到二十四小時 就有將近八十八萬次的點閱 如今卻因為公布宣傳開票時 出現坐票嫌疑的假消息影片 被網友諷刺還封了個 姚池金母的封號 這個姚是謠言的姚 從愛麗莎莎的例子可以看出 在網路資訊爆炸的時代 這些承載著數百萬訂閱人次的網紅 常常以為自己弄懂了 但卻造成一場又一場的誤會 如何分辨真假對訊息的評估 分析和批判性思考的能力 這也成為了新社群時代最大的挑戰 尤其當現在TikTok是年輕世代 最愛使用的社交媒體平臺之一 在全球有超過十億用戶 他透過了獨特的內容演算法 推送使用者喜愛的影片 在十五到三十秒的時間內 創作影片讓年輕人相信 成為網紅或者是明星 不再遙不可及而逐漸上癮 但過度沉迷 不但是有資安疑慮 抖音影片當中假訊息橫行 年輕用戶要分辨真偽 不容易也為青少年的教育帶來隱憂 抖音不只對教育和媒體試讀出現簡訊 資安疑慮更讓部分的政治人物 必之唯恐不及 但要打進年輕人的市場 也不能夠不跟上短隱銀行 新社群的市場 像是民進黨立委鄭運鵬連任失利 但因為他高顏值的兒子 德德引發了全民關注 還吸引了不少經紀人注意 鄭運鵬像富貧子貴也人氣狂飆 日前他就開設了Triss帳號 簡介寫下了鄭運鵬兒子的爸爸 一連po了好幾個無厘頭 又爆笑的短文 吸引許多網友朝聖 短短兩天衝破了十四萬追蹤 人氣暴漲的原因 到底都是哪一些內容呢 其實Triss是臉書Meta旗下的社群網路平臺 為了要跟Twitter比拼 特別從IG延伸出一個以文字為主的社群 媒體程式 並且跟IG連通 用戶可以在平臺上面 發表照片和文字貼文 那麼現在政壇裡面的人 紛紛都跟上了這股風潮 包括像是賴清德 他也不落人厚 在Triss上面發文稱 自己比總統蔡英文贏在旗跑點 獲得了眾多年輕網友的關注 現在Triss已經刮起旋風 不少名人紛紛跟進 是不是有可能取代臉書呢 或者成為替代抖音的平臺 恐怕都還有在觀察 那麼除了訊息戰之外 我們另外還要來看到的是外交戰 前國安會秘書長蘇啟 今天上午發表新書 美中對抗下臺灣的選擇 他提到了二零二四的美國總統大選 會成為美中臺關係的灰犀牛 並且對兩岸未來關係保持著很樂觀的感受 認為在四到五年之內就會出現結果 他也強調兩岸開啟對話的重要性 台灣大選結果世界關注 英國金融時報報道 美國國會台灣連線共同主席的三位 重量級眾議員下週訪台 兩個意思 一個就是重申他的監護權 第二就是行使他的捐護權 可是2024年很不幸的 有一隻灰犀牛 美國大選的亂象 還有川普出現的可能性 會在美國丟 我認為是丟下一個核彈級的金爆彈 前國安會秘書長蘇啟示警 2024美國大選 將左右美中臺關係未來 在選舉激情過後發表新書 美中對抗下台灣的選擇 重申兩岸面臨的鬥脫和三條路 更認為不管是各政黨或是老百姓 對於兩岸的態度都不能繼續躺平 蔡英文是戰術上很成功的總統 但是戰略上完全錯誤 未來這四年五年 我認為最後game over的可能性非常高 蘇啟對兩岸關係態度悲觀 強調兩岸若鬥會死路一條 想辦法對話才有解套 這就是共產黨的思維 沒有什麼戰爭是都準備好 以後再來打的 我們民主國家把民意看得很重 把經濟看得很重 大陸也是 但是對他來說戰略 尤其是我剛講到 習近平的歷史定位 他看得更重 台灣不能夠全靠美國 台灣還是要靠自己 那我們兩岸假如主動開取對話的話 實際上是幫美國一個忙 減輕美國管理處理兩岸 台海危機的壓力 作為發明九二共識詞彙的人 縮起新書中也坦言 近年民眾的兩國意識升高 美中僵局情勢變幻莫測 臺灣夾在三角關係之間 也必須找出一條自己的路 進行李嘉賢 林玉成 財務報導 臺灣要走出一條自己的路 國際力量的支持也很重要 美國眾院最近就通過了 推動支持臺灣參與國際貨幣基金 也就是IMF的不歧視臺灣法案 以及保護臺灣法案 不過這也引發了中國抗議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毛寧 甚至呼籲美國停止 向臺獨勢力發出錯誤訊號 要停止損害美中關係 和臺海和平穩定 我們要連線給德州州立大學 副教授翁呂中 請問副教授 您認為臺灣的國際地位 隨著新政府即將上任 夾在美中之間的臺灣 會是被夾殺 還是有什麼樣自保的空間 剛才提到的那兩個法案 對臺灣的影響又會是什麼 首先是不歧視臺灣法案 基本上談的 是指美國國會建議或要求 美國在國際貨幣基金會 當中的代表 要全力的來支持或者是倡議 幫助臺灣加入國際貨幣基金會 相關的運作 而且可能要協助 中華民國的公民 擁有臺灣國際的公民 可以在國際貨幣基金會 相關的組織來擔任職務 譬如說我們的留學生 可以留在INF的相關機構來做工作 就跟在聯合國一樣 像這樣的一個周邊的動作 美國政府的這個法案 所謂的不歧視臺灣法案 是給予一些助力 可是能不能通過 恐怕還是要考慮 還是要必須要思考 比較現實的部分 就是INF 也就是國際貨幣基金會 其他的成員國 到底越來越接受 但是美國單方面表達的是 一個象徵性的支持臺灣 另外呢 所謂的保護臺灣法案 是指如果未來臺灣 中華民國遭受到 中國大陸的施壓的時候 美國相對應的 要採取一些行動 讓中國讓北京當局 感受在G20的成員國當中 也受到壓力 由美國率先發難 只要臺灣受到的歧視 或只要臺灣受到的壓制 美國就會率先發難 在G20的會議當中 提出譴責 其實我們光是從法案來說 就可以看得出來 真的象徵性的意義是比較大的 實際上面 真的能不能幫助到臺灣 不僅僅是取決於美國 恐怕還要取決於其他國家 就是在INF 或者是其他國際組織當中的國家 究竟如何來呼應 那當然這就是臺灣 可能也要努力的目標跟方向 接下來這一年 尤其在美國大選之前 有很多的觀察 很多的動作 可能表面上面 都會是劍拔弩張 互相的外交上面的交鋒 在中美之間 可是實際上 恐怕還是會維持穩定的基調 真正的變局 恐怕會是在2024年 十一月美國總統大選之後 如果白宮易主 恐怕變數 才會更大一些 那當然臺灣也要自己做好準備 不過耐人尋味的是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才剛公開發言指出 美中領導人之間的互動是無可取代的 特別是在處理對中國關係時 未來一年會看到更多這樣的互動 可以見得美中關係漸漸走向緩和的態勢 尤其在經濟議題上 雙方還是積極地找尋合作空間 這兩天 美國財政部官員在北京和中國財政部官員 討論金融和經濟合作的議題 那麼這個是美中雙方在金融領域最新的一次合作 內容就包括了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等 國際金融機構跨境支付以及打擊洗錢和毒品販運的合作 但是在其他領域上 卻沒有看到合作和對話的空間 像是美國最近發射了登月器 有整號升空 但卻在燃料洩漏之後 無緣軟著陸 而這也是繼一九七二年以來 再次由美國太空船挑戰登陸月球 同一時間 中國最新的月球探測器嫦娥六號 也以運底發射場地 準備要在今年上半年展開登月任務 那麼這就讓美國相當緊張 因為這是很敏感的要搶在中國之前 帶領太空制定以規範為基礎的國際秩序 所以我們要繼續請教翁呂中副教授 接下來的美中關係 會如同布林肯所說的樣貌嗎 他所謂的美中互動會到什麼樣的程度 當然美國是不想示弱 所以表面上呢 還是會有一些外交上面的一些交鋒 甚至是在可能 甚至是貿易戰科技戰 都不會完全的好像展現弱勢 可是可以看得出來 美國對中國之間的關係 會極力的去控管風險 不讓緊張的局勢升高 然後在私底下呢 傳遞出來的是中美更多的合作 更多的互動 其實我們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美國財政部長葉倫 所提議的 所謂的中美財務工作小組對話 事實上在下個禮拜 就即將在北京再次的召開 這些訊號都在凸顯 中美之間要控管風險 然後我們還必須要考慮到 今年2024年 美國正在進行總統大選 拜登政府在國際的混亂當中 讓美國的民眾 或者讓全世界感覺到 好像hold不住局面 這種狀況必須要得到緩解 至少在經濟上 跟中國之間的這個往來呢 要穩住全球的經濟 才有可能讓拜登 在今年的選舉當中 至少有一些這個條件 可以拿出來強調 自己在國際外交的領域上面 還是可以hold得住 跟川普相較 可能給美國帶來的是更穩定 而不是更加的不確定跟混亂 這是拜登或許會打輸的牌 那當然關鍵就在中美關係 能不能維持了 謝謝翁呂中老師的分析 休息一下回來要看到的是 龜山島上的居民 都遷移到宜蘭投城的大席居住 為了不讓島上的記憶消失 正在用口述 導覽等方式 要來守護龜將軍的過去和未來 龜山島對宜蘭人來說 別具意義 只要看到他就知道回家了 但很多人不知道龜山島上 也曾經有人居住 還有過村落 只是因為經濟發展 加上了政府的軍事需求 島上的居民都遷徙到宜蘭投城的大西居住 現在龜山島上的居民後代 為了不讓島上的記憶消失 正在用口述 導覽 還有拍紀錄片等方式 守護龜將軍的過去和未來 他是英勇的將軍 我都叫他龜將軍 我們宜蘭 蘭陽平原 就是跟馬蘭公主嘛 守護著蘭陽平原 當穿過隧道 進入宜蘭的那一個薩納 那一個龜山島 就好像是一個回家的提醒跟指標 這是家的指標 更是宜蘭人的精神信仰 龜將軍和格馬蘭公主 所孕育的後代 正努力守護著這裡 好 會畫的人可以畫出來喔 一 二 三 喔 誰是快 是龜山島誰的 龜山島的小朋友 龜山島小朋友 他們以前玩的玩具對不對 發下一張張色紙 但是孩子們在上頭畫了自己喜歡的圖案 再把兩張色紙拼在一塊 讚 然後我們就是直接腳腳這邊 推起來 這是什麼 八角風跟粒 這樣的風箏 你聽過嗎 他來自台灣最年輕 也最活躍的火火山島嶼 為除宜蘭外海 每逢秋冬 東北季風建牆 就是當地人放風箏的集結 我們有沒有誰 阿公阿嬤住在龜山島過 沒有 妳喔 宜蘭偷城大西國小的教室外 看過去就是當地人口中的 龜江軍 龜山島 很多龜山島居民的後代 移居到宜蘭 在這就學 歌后社團教他們製作 阿公阿嬤的童年玩具 也靠八角風箏的記憶傳承 說著那些年的島嶼故事 在龜山島就說整個錢幾個月 不然就送到三萬鐘 怎麼辦 這跟我們所有的兩位都兩位 以前龜山島 高通很不利便 第二就是木工 再來一點就是 所有的民生用品都沒有 山頂的無水 也可以使用的就是 寒稅 土豆和柳子 生活不便迫使居民接連離開 民國六十六年龜山島被化為 軍事管制區 全數居民就此移居到 宜蘭大溪島上再也無居民 直到民國八十九年 在地人士持續奔走 才恢復觀光登島 冬天的宜蘭難得出現大太陽 我們順勢搭乘騎老駕駛的觀光船 和遊客一起前往灰山島巡根 大家每次都好 大家一起走 每天這裡 有七十五的貴賓 他們帶我們去 我們到處幾天 伴隨著東北季風的吹拭 風浪還不小 慢慢离开物事杠之后 雾气逐渐退散 回忆将军的面貌越来越清晰 船上游客兴奋地拍照留念 你可以看到 我们现在已经慢慢地 接近龟山岛了 不过其实龟山岛 它不是一年四季都有拍放 可以登岛来观光 它只有在每年的 大概三月到十一月底 这一段时间是可以来申请登岛的 即便它有时间限制 但是每年还是吸引了 大概十万人次 要来龟山岛观光 我们很幸运地碰到 龟岛横烟喷发 这是蓝阳八景之一 已经中断多年 直到近年来 龟山岛的海底火山运动频繁 才重见天日 经过二十五分钟的航程 终于踏上龟山岛 映入眼帘的军事设施 岛孤人不孤 展现驻军的精神意志 龟山岛丰岛设置为军事基地前 也曾繁荣一时 有超过一百五十户 七百五十九位居民 现在岛上的海巡署 龟山岛安检所 过去就是龟山国小 而用龟阑石搭建的屋舍 则是当时居民们居住的房子 一般游客我们能够上龟阑岛的时间 其实没有很长 大概都是七十到八十分钟 就是因为整个岛上能够承载的 那个人员数的关系 如果是有地方经验的导览者 他比较能够细腻的去解说 比方说旁边你会看见圆圆的石头 它也不是鹅卵石 它比它更大 它是火山深层的这个龟卵石 那过往就用它来建筑房子 在火山上生活到底是什么模样 这答案只有齐老或他们的后代 可以完整描述 像是箭图龟山岛的后代 他曾离开家乡念书 也远渡重洋到英国求学 但他最想念的还是那座岛 于是他选择回家 把搜集来的文物 经过整理清洁和建档之后 建土和一些地方青年 找来专业摄影留下记录 长来齐老还原当时的捕鱼方式 也重现岛上孩子的特色童玩 简单的木棒就是三五好友的 打击游戏 童年记忆涌上心头 数十年后开放观光登岛 不少当地齐老才得以重新 踏上昔日故乡 曾经的家只剩断源残壁 原本的信仰中心 拱南宫妈祖庙也随着村民 移居投诚 而进驻当地的军方改供奉观音菩萨 只有每年的六月十五号 拱南宫妈祖庙才会一起回娘家 不得以离乡打拼的苦楚浓浓的乡愁 在歌声里抒发 过去的龜山岛人 现在只能以观光名义回家 平常只能在海的另一边 远远眺望着家乡 他们留下口述影像记录 告诉后代 他们都是龜山岛人 这几年除了这个社区导览的长辈 然后再来也有这个社区的青年 南洋博物馆也在每一年的暑假 训练宜兰的高中生们 要能够导览龜山岛 以我们现在所在的大西国小来说 那校长也常常有一个句子说 我们大西国小 很有可能是全台湾 最会介绍龜山岛的小学 校定课程的部分 其实有很大一个部分 是以龜山岛作为我们课程的一个主轴 我们就也会请龜山岛的祈祷 或是他们这一些比较年轻的一辈 来教我们这个小朋友 龜山岛以前岛上的一些生活 在暑假的时候 我们是带学生整个到 就是把这个教室整个移到龜山岛 大西国小的学生 大部分是龜山岛的后代 学校带着孩子们登岛 去看看阿公阿嬷以前的家 听阿公阿嬷说故事 体验他们的生活和休闲娱乐 让我们小朋友会对于 他生长的这一块土地 有更多的这个连结 他也会更爱他们生长的 这一块土地 先认识了土地 爱上它 你就会想要保护它 这是地方工作者努力的目标 身为海岛居民的后代 家族好几代都是靠捕鱼为生 从小就懂得如何亲近海洋 龜山岛对面的大西国小 旁边就是冲浪圣地蜜月湾 每年夏天秋天 学校都会带着孩子去冲浪 他们大多数在毕业之前 就已经学会如何冲浪 享受海洋带给我们的快乐和资源 一样爱上它 然后珍惜它 保护它 龜山岛它的渔业资源是很丰富的 那光大西这个港口 就是我们宜兰的最 最就是渔获量最高的港口 对 那海沸的部分 就会直接影响到雨夜 因为它会直接吃下去 像这个 这个是水泥跟保丽龙在一起的 捡来的保丽龙塑胶 还有玻璃碎片等等海洋废物 做成艺术品 不只减少对海洋伤害 也让这些废弃物有重生的样貌 更提醒孩子们 垃圾对海洋对家园的伤害 云嵌的客户社团 除了教导正确观念 也实地带学生捡食海洋废弃物 用实际行动守护岛屿 现在学生有 大概有72位的小朋友 那跟我们前几年 大概4、5年前 学生最早的时候是43位 大概有5、60%的增幅 其实我觉得跟我们在 进行一些本土性的一些课程 也有蛮大的相关 你可以看到那个人口的波动 以及因为地方的努力 让原本这个地方 除了原有的在这个地方 这个的学生之外 其实也吸引了 包含头城 包含宜兰 甚至包含宜兰县以外的家长 愿意送他们的小孩子 在这个地方生活 我想大概都是因为 这个地方提供了一种 新的生活的想象跟可能性 那当人愿意来到这个地方 生活下来 就有新的发展机会 传统村落最怕留不住人 但不止归山岛后代 愿意留下来 还有外立人移居大西 靠的是文化认同 还有归山岛附近的 丰沛余祸 让当地居民不怕饿肚子 但还有个关键 是新冠疫情肆虐的近年 也稍忘了 归山岛的海岛观光 除了居民原本要用来建港的 龟尾湖岛上还有个必定要造访的 401高地 因为只有在归山岛的制高点 才能一览全貌 只是要登高前 考验不久 为了要去看看401高地上的景色 我跟两个摄影我们来走 这个401高地 不过它地势还蛮陶峭的 所以其实我们还不到200街 就已经觉得还蛮喘的了 背着脚架 灯具和摄影机 掩土的楼梯 因为前几天的雨势 还满是泥泞 途中经过了归山岛先人 在清朝就设立的墓碑 足以证明归山岛上早已有助人 这段山路 我们三个走了两个小时 又累又喘 一度想放弃 硬着头皮走完1706阶的阶梯 就是为了这美景神归百味 这是归山岛的特殊地景 因为海流会随着季节变换 归尾也会跟着海流摇摇摆摆 这边就是归山岛的最高峰 它的海拔有398公尺 那因为今天天气非常的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 龟首也出来见客了 这一趟果然值得 经常被农物挡住的龟首 也来迎接我们 仔细看还可以发现 龟首附近的海域是建层的 就像是有人不小心 把牛奶倒进海水里 这就是近年知名的牛奶海 由归山岛的海底硫磺泉 碰上海水形成的特殊景色 不少游艇 SUP爱好者都被吸引过来 还有人潜水 要一览水下风光 但附近海域过去就赏金船 现在人和船征道 反而衍生新的问题 龟首比较敏感的地方就是 它大家都会停留 那赏金船经过也会稍作停留 就会造成一些纠纷 过往那个地方是 绕岛的时候的航线 那如果在上面加上SUP 你也有可能是在这个马路上玩 在龟山岛的海域当中 其实也有可能会 有人也会潜下海中 在地的伙伴就长时间做它的记录 那我们也发现说 海下的环境确实有因为 就是更多人的参与 海底下的环境也变得 比过往承担更大的压力 观光越来越发达 对当地人来说有欣喜 也有担忧 就怕破坏了原有生态 当地人和观光业者都还在观察 希望找出平衡点 让龟江巨和格马兰公主 可以继续相爱 互相进步也守护彼此 北约宣布下个礼拜开始将展开 坚定捍卫者演习 31个会员国加上渴望 在近期加入北约的瑞典 总共9万人参与 这也被认为是剑指俄罗斯 国际焦点要先来看到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昨天宣布下个礼拜开始将展开冷战之后 最大规模的军事演习 31个会员国加上渴望 在近期加入北约的瑞典 总共有9万人参加 被认为是剑指俄罗斯 军事网站全球火力 最近也公布了2024军力排名 前三名分别是美国 俄罗斯和中国 台湾后退一名 排名第24 坚定捍卫者是北约因应 乌俄局势推动的作战计划 展现北约成员国 就算横跨大西洋 也能快速调动 北美部队防御欧洲 31个会员国 还有北约好伙伴的瑞典 共9万名官兵参与 将是北约在冷战结束后 最大规模的军演 立陶宛 波兰和罗马尼亚 三国外长在世界经济论坛 讨论东欧边境安全 强调欧洲国家携手合作 共同对抗俄罗斯的重要性 北约即将举行的 坚定捍卫者军演 第二部分就会聚焦波兰 进行快速部署 容易说到俄罗斯 而且在威胁的波罗的海 德国 挪威和罗马尼亚 也都是重要的云演地点 路透社报导指出 北约虽然在声明中 并没有点灵俄罗斯 但在最高层级的战略文件 将俄罗斯视为最重大 也最直接的威胁 俄罗斯当然要出面反抢 夜门叛军组织青年运动最新发布声明 表示已经在夜门附近海域雅丁湾用海军飞弹 击中了一艘美国的船只 就是想用武力反抗美国和英国近期的攻击行动 但是青年运动高阶官员 他也指出了 不会对尾巴冲突无关的国家船只发动攻击 尤其是中国和俄罗斯的船只 都可以安心通过 红色船只缓缓在海上航行 但如今却传来坏消息 眼前这艘美国的化学油启并号 成为红海冲突的最新牺牲品 夜门叛军组织青年运动19号对外宣布 已对美国一艘船只发动攻击 试图用武力反抗美国和英国近期的打击 美军一连几日对夜门和青年运动的军事基地 展开攻击行动 美国总统拜登坦言 空袭夜门并无喝阻红海上的动荡 持续发生 更扬言将继续轰炸青年运动 一举一动都是正当防卫 青年运动高阶官员指出 只要是与尾巴冲突无关的国家船只 都不会受到攻击 而中国和俄罗斯更直接被点名 列入安全通过名单 虽然青年运动信誓旦旦 宣称只针对特定的国家 但美国海军指出 实际受牵连的船只涉及数十个国家 动荡持续只会让货柜运价已再飙升 最后转嫁到全球消费者身上 近新闻王家这 李宗豪报道 说到前一天台积电法收汇率多的激励 今天台积电的股价大涨 创下了22个月新高 更贡献大盘超过300点 也让夹权指数大涨453点作收 财经消费消息要先来看到 今天的台股真的非常精彩 受到前一天台积电法收汇率多的激励 股价大涨了38元收在626元 股价创下了22个月的新高 更是贡献大盘超过300点 也让夹权指数大涨453点作收 创下近一年来的最大涨点 就连外资也回头大买台股 但日买超801亿创下史上第二大量 新年台积电首场法说会带来好消息 AI需求爆发 3奈米营收贡献暴增三倍 COAS产能翻倍成长 还要扩大投资台湾 高雄将有三座2奈米厂 也让经济部长王美花强调 证明台积电没有掏空台湾疑虑 一连串的利多法说会后 台积电ADR先狂飙将近百分之十 紧接着台股开盘 台积电继续喷发 台积电开高走高 中场大涨38元收在626元 涨幅超过百分之六点四 股价冲上22月新高 单日市值暴增将近一兆 成交量也创近年单日新高 光是台积电一档 贡献大盘指数超过300点 也带领加权指数中场大涨453点作收 一举收复了一万七千六百点整数关卡 创下近一年最大涨点 成交量扩大到四千两百三十二亿 今天这个行情除了台积电上涨 在越线反压之外 那其他股票其实表现并没有太差 不像是以前所谓一个垃圾盘 所以我们认为指数部分来讲的话 在农历年之前缓步往万八的关卡 推动的可能性 是大幅度的升高 台股封关前有机会冲刺万八行情 而随着台积电董事长刘德英 六月股东会后正式退休 接棒呼声最高的就是总裁魏久嘉 外媒更点名 魏久嘉是台股薪酬最高CO 一年薪资加奖金三点五三亿台币 等于一天赚了将近一百万 这还不包括魏久嘉持有六百三十九万股 台积电股票和配息 以十九日收盘六百二十六元计算 持股市值将近四亿 对白领上班族来说 是一辈子也难追上的天文数字 进行学校云交委采访报道 马上就是寒假了 您想好要去哪里逛逛了吗 许多书迷引颈期盼的成品松烟 二十四小时不打烊书店 将在明天正式营运 不只是藏书量扩增三倍 三楼书店内部也全面改装 而抢在寒假前 人气动漫咒述回战快闪电 也在今天登场 吸引许多粉丝排队 还有今天才刚学期结束的学生组 一下课就赶来抢买周边 抽奖机前照样排满人潮 动漫迷抢着对话 限定纪念品 还有高中生明明才刚放寒假 把握周末前夕直冲快闪电逛逛 因为喜欢周术回站 四五十分钟吧 这是周术回站的 因为刚好放寒假了 周术回站是最有名的 而且感觉这五条五什么也蛮碎的 除了动漫迷 文青也不用担心寒假无处可去 成品松烟店接棒营运 二十四小时不打烊书店 二十号将正式开幕 全新复合式书店 处处都有惊喜 成品松烟二十四小时书店 正面长达一百公尺的落地窗景 一路从室内咖啡厅 延伸到露天阳台 要让读者不管白天黑夜 都能享受别有意境的阅读乐趣 三楼书店全面改装 不只藏书量扩增三倍 超过十万种书籍品项 比照敦南店规模 就是要锁定亲自客群 盼望把人流重新带回松烟 希望接下来总体的人流 可以超过六百万的 这个整年度的六百万的人次 要超越原先的自己 那至少是三倍以上的业绩 寒假不想跑太远 亲自出游 能到统一时代百货 乐高积木闯关活动 让小朋友破关解谜 现场还设有巨型龙年装置 休息一下回来要看到 入冬最强寒流要准备报道了 周末开始受到封面影响 温度一路下降 低温将只剩下个位数 提起消息要提醒观众朋友们注意了 入冬最强寒流要准备报道 周末开始受到封面影响 温度一路下降 最冷的时间点就落在周二到周四 清晨低温只剩下个位数 北部空旷地区只剩下五到六度 中部地区八到十度 加上华南云雨区的影响 到太平山追雪 成功的几率也大幅增加 把握阳光明媚晴朗温暖的天气 因为入冬最强寒流 准备到家门口 明天之后呢 随后封面通过 那东北季风会开始增强 那不只会下雨 那温度的部分也会稍微的下降 台北大概是九度附近 有可能挑战今年最强的一波寒流 封面在周六通过台湾 北部东部水气增多 周日起寒流南下 全台温度溜滑梯 到了下周一二 受到华南云雨区影响 北部低温省七到九度 空旷地区挑战五到六度 明显有感转冷 要一路到周四白天 天气才会慢慢回温 拜一的时候呢 各地的高温都没有超过二十度 寒流影响最明显的时候呢 是我们刚刚讲 礼拜二 礼拜三 二十二 二三跟二十四号的时候呢 其实是寒流影响最明显的时候 可以看到各地的温度都非常的低 全台冻番薯最冷的时间点 将落在周二到周四清晨 连续三天低温下探到各位数 加上水汽配合下 不仅太平山 就连北市阳明山也有望追雪成功 二十二 二十三号 我们预计在北部 东北部的山区 一千到一千五百公尺以上的高山 就有降雪的机率 中南部跟花东 大概两千五百公尺 到三千公尺以上的高山 其实也会有降雪的拘律 追雪之余 提醒有心血管疾病 以及年长者出门要多加主意保暖 今宵 柳佩玲 吴婷珍 采访报道 要注意的还有秋冬 天气冷 新冠和流感疫情持续升温 医院医师指出最近一个月来 上呼吸道感染的病患明显增加 轻重族群大多是轻症 但如果是六十五岁以上长者 或者有慢性病的患者 就得留意了 如果出现了胸闷 呼吸喘 心跳过快等六大症状 有可能就是重症的前兆 对此医生提醒春节过后 恐怕又将迎来一波重症潮 建议还是要尽快施打疫苗 家中宝贝躺在爸爸怀中睡着 医院内咳嗽声不断 立线医生发现 最近一个月来 上呼吸道感染的病患明显增多 青壮年族群症状包括发烧 咳嗽 流鼻水汗 喉咙痛等 多半是轻症 但不得不留意中老年人 确诊后可能演变成重症 社区里面有非常脆弱的人 一定马上就会该呈现重症 就会呈现重症 这一波都是比较 身体算是健康的 然后再继续再感染到这些 上呼吸道的症状 医师提醒六十五岁以上长者 和慢性病患者都是高风险族群 如果出现六大症状 胸闷胸痛 呼吸喘 血氧下降 心跳过快 血压降低 汗意识不清 可能就是重症前兆 觉得胸闷整个呼吸 都是觉得说很不顺畅 甚至说它影响到你的睡眠的时候 那其实你就应该要注意 代表说你的下呼吸道 已经被第一步入侵了 你的抵抗力不够 在前照第一阶段 提高警觉 提早治疗 使用抗病毒药物 能大大增加群育率 年关僵致 医师也示警 春节后恐怕又将迎来一波重症潮 春节过后呢 因为南南北往还有旅行 国内外的一个交流增加 家中的老人 抵抗力不足 然后有可能就会染上 也会变成重症 感染COVID-19之后的死亡率 其实还是明显比流感 要多出五到十倍的这样一个机会 春节倒数三周在流感 和新冠双双夹击下 打疫苗防重症才是上上策 接下来黄杰黄荣双报道 谢谢您收看今天的调查报告 我是廖雅玉 祝大家周末愉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